乔科维奇在经历了一连串疫苗与签证风波 遭到澳洲政府黯然驱逐出境后 如今被英国太阳报披露 他正在与律师团队商议 想对澳洲政府提起诉讼 根据太阳报报道 乔科维奇将会要求澳洲当局赔偿600万美元 当作是他与澳网第10罐 与21座大满罐金杯失之交臂的补偿金 而整起风波的起因 就是乔帅对于新冠疫苗的抗拒立场 丹麦的一间生计公司执行长也证实 乔科维奇早在2020年的6月 就收购了该公司80%的股权 投资研发那些不需要疫苗的新冠病毒疗法 乔科维奇的发言人尚未针对此事做出回应 但在国际注目下输掉了签证法律战 和意义重大的冠军杯后 乔帅与澳洲政府之间的冲突 可能还尚未落幕 环宇新闻刘谦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